底下一个问题 无量寿金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长得一样 而善导大使照自己的经历 绘画出极乐世界过渡的情形 好像与书上不同 佛是佛样 菩萨是菩萨样 请问如何解释 大使横顺众生 你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众生想象极乐世界的图 不是真的极乐世界的图 真的极乐世界的图 你看到之后你并不了解 所以佛法佛说得很好 佛无有定法可说 佛无有定法传人 种种设施 他都有当机者 那么你看到的时候 你不欢喜 你不是这种说法的 不是这个法门的当机 你可以换一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很多法门 这个要你自己会选择 当机 你学习起来 很容易 很欢喜 成就很快速 就好像害病一样 那么佛所讲的 就像药铺 药铺里的药 什么都有 积卷 你害什么病 你需要拿几样药 才能治好你的病 如果你把药店里面所有的药 就通通拿就吃 必死无疑 为什么 他不是教你的嘛 你今天没有遇到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没有特别教你的东西 那你只好在释迦摩尼佛所开出了这些药方 你挑挑哪一种适合你的 你的毛病是什么 这样就对了 但是不管怎么挑法 你要记住 基本的条件是戒律 如果没有地质规 没有感应片 没有十三一 你修哪个法门都不成就 这个你一定要懂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会 这就解决顺势问题了 在 table 麦 这是 继续 功能 因 decide 稍